长城欧拉07 Performance正式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欧拉07 Performance搭载双电机全轮驱动动力系统 最大功率408马力 峰值扭矩680牛米 如此强劲的动力输出 让该车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仅需4.3秒 最高时速可达180公里每小时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高速公路上行驶 欧拉07 Performance都能提供充飞的动力 和令人心动的驾驶体验 续航方面 欧拉07 Performance搭载83.5千瓦H电池组 按照Welt PAT测试标准 续航里程高达483公里 对于日常通勤和周末出行 这样的续航里程足以满足大部分驾驶者的需求 该车支持高达88千瓦的直流快充 从30%充电至80%仅需32分钟 同时还支持高达11千瓦的交流充电 充满电大约需要15小时 此外 欧拉07 Performance还具备车载电源输出功能 最高可为外接设备提供3.3千瓦的电力 内饰方面 欧拉07 Performance提供了一系列高端配置 该车配备10.25英寸数字仪表盘和12.3英寸中央触摸屏 支持无线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为提高乘坐舒适度 该车还配备了带通风和按摩功能的电动可调前排座椅 以及分为灯和Infinity品牌11扬声器音响系统 安全性能方面 欧拉07 Performance配备了自动紧急制动 自适应巡航 车道居中辅助 盲点监控 后方交叉交通警报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这些系统的加入不仅提高了驾驶安全性 也让驾驶变得更加轻松 愉悦 作为长城汽车旗下的一款高性能电动车型 2024款欧拉07 Performance无疑将成为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的一颗星星 它不仅性能出众 在续航 充电便捷性 豪华配置等方面也同样出色 预计这款全新电动车将在本月内正式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驾驶体验